我是维迪安 已经晚上十二点咯 我先不跟你们聊咯 年纪到了要早点睡觉 养身体啊 我们明天再见 拜不 凌晨一点 肚子怎么突然咕噜咕噜叫了 我是维迪安 幸好还有楼下巷口那间小吃店 不然我可能会饿到失眠一整晚了 我是维迪安 睡前跟手机不都是漫长的道别吗 关掉荧幕后又忍不住想划几下 吼 什么时候可以真的好好入睡咧 现在是凌晨两点 我是维迪安 不管你停留在虚拟世界多久 那里没有人想念没离开的人 已经凌晨三点了 赶快趁早离开 回到真实生活休息吧 我是维迪安 不知道瞌睡从几点才会 take me away到梦乡去 我已经躺了两个小时了 不会就这样躺到早上吧 已经清晨四点了 不 看你每天清晨五点 都很有毅力的出门运动 佩服佩服 我是维迪安 take me away 让我用好音乐陪你gym一下吧 我是维迪安 现在早上六点 比起七月 那时的闷热已经变凉不少了 这么舒适的早晨 我要先去运动咯 待会见 我是维迪安 每天早上七点 要从自己的被窝爬起来 谁不都是漫长的道别 再五分钟 拜托 五分钟后 绝对头也不回地离开它 早上八点 我是维迪安 忽然想起今天跟你有约 我们要去哪里走走呢 爬扇吗 咖啡厅吗 还是 去HitFam找小姐姐们玩呢 我是维迪安 每天早上九点时间一到 我就不得不打开HitFam的官方APP 要用好音乐帮我振奋一整天的好精神呢 对我来说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当然就是每天来HitFam报到的人 Hello 我是维迪安 很高兴在这里遇到你 现在是早上十点 才早上十一点 不得不说 巷口那间烧肉店也太香了吧 我是维迪安 决定了 今天午餐去店里报到 See you 我是维迪安 如果你要去吃午餐 记得Take me away 我有好多事想跟你分享哦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下午一点 餐厅里应该没有人想念 没离开的人 现在我的脑袋 只想念还没上桌的食物 来人啊 可以点餐了吗 我是维迪安 好饿哦 下午两点了 不管是七月八月 还是现在的九月 都好适合吃根冰棒 当下午茶哦 我是维迪安 你咧 想吃什么当下午茶呢 我是维迪安 下午茶对减肥的人而言 不都是漫长的道别 看看这些点心 怎么舍得放手呢 下午三点 Take me away 不要再让我看到了 下午四点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巷口那间饮料店的老板 喜获林儿 要请大家喝饮料 一起庆祝 我是维迪安 超棒的 我要喝奶茶 我是维迪安 忽然 惊觉已经下午五点了 时间 就过去了 欢乐的时光 还没有结束 只要锁定 HitFM 就能不间断的听好歌哦 晚上六点 不好意思 不得不拒绝你的聚餐邀约 因为我今天实在是 太想躺在家 听HitFM 好好松一下了 我是维迪安 下次再约哦 晚上七点 我是维迪安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在等你一起晚餐 怎么还一直低头滑手机呢 多看看身边的人 才是王道 晚上八点 来来来 你身为HitFM的忠实听众 知道我最近在打什么歌吗 明天再见 到你时 我会考你哦 我是维迪安 晚上九点 刚结束晚餐的约会 想散散步吗 我是维迪安 Hey Take me away 让我在HitFM 用好音乐 陪你消化一下吧 哦哦 你在叫我吗 看来刚刚DJ播放的音乐 好听到 Take me away 到另一个空间去了 现在是晚上十点 还是其实我根本睡着了 哦 我是维迪安 哦 哦 我是维迪安 终于 漫长的一天 又要结束了 是时候准备休息 报完时就要跟你说声 明天再见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凌晨十二点 我是维迪安 不得不说 我现在精神超好的 有谁跟我一样啊 现在是凌晨一点钟 刚刚看巷口那间炸物店 好像还开贼 好想吃哦 怎么办 如果是你会在这个时间 吃咸酥鸡吗 我是维迪安 苦恼耶 我是维迪安 哎呦 我忽然发现已经凌晨两点了 不要再躺着偷偷滑手机 赶快关灯休息 明天还得早起哦 晚安啦 不得不对你的熬夜能力赞取一下 都凌晨三点了 怎么都不会犯困啊 我不行了 我要睡了 我是维迪安 晚安晚安 现在四点 这种时候会来关心你 有没有睡好啊 棉被有没有盖好 大概就是把你当成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吧 我是维迪安 哇 才清晨五点 你就已经起床了 是要出门见你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吗 我是维迪安 那你可要好好打扮一下哦 哎 衣服太皱了吧 我是维迪安 巷口那间蛋饼店 早上六点就开始营业 重点是他们还听Hit FM 真的是很上道耶 走 我们去捧场 早上七点 一天的开始 当然要靠巷口那间早餐店来开启咯 吃完可是会元气满满 活力十足耶 我是维迪安 你没吃过吗 走 我带你去 我是维迪安 忽然发现已经早上八点了 什么 你怎么还能安稳地躺在床上 快快快 赶快起床 刷牙洗脸 出门要迟到了 早上九点 看你这么无聊 看来我不得不和你分享我的听音乐神器了 那就是 Hit FM官方APP 有下载有歌听 而且常常有我的歌 很棒吧 我是维迪安 我是维迪安 早上十点 这么快就来Hit FM练歌了 是在为我的10号11号小巨蛋演唱会做准备吗 你超前部署耶 不得不给你一个赞啦 好啦 早上十一点 我必须去忙了 明天再见到你时 你再告诉我 你要不要一起去露营 我是维迪安 我先走咯 Oh it's lunch time Take me away please 不管今天是吃中式还是西式 只要能满足我的味蕾都可以 我是维迪安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我们常常因为太习惯 对方永远都在而忘了珍惜 没有人想念没离开的人 我是维迪安 现在就去跟你的朋友或家人说 爱你吧 现在是下午一点 下午两点 昨天在Hit FM看到你 今天也看到你 明天再见到的话 必须给你一个荣誉勋章 这就是爱音乐的模范生啊 大家好 我是维迪安 我是维迪安 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 我先保密 但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台 绝对是Hit FM啦 下午三点 继续听下去 维迪安 如果可以 我想和你明天再见 演唱会即将登场啦 还有几天时间 记得下载好 台湾社交距离APP 当天就可以顺利在小巨蛋见啦 下午四点 哎哟 时间怎么 忽然一下就来到下午五点了 你有什么晚餐上的建议呢 我想要健康均衡又少游的 我是维迪安 快告诉我 就算有千百个不愿意 但现在已经是晚上六点了 只好先跟大家说声 明天再见了 我先下班啦 我是维迪安 哎哎 不对 等一下还要回来报时 我是维迪安 现在是晚上七点 不都是漫长的道别 才显得我们多依依不舍对方吗 但道别三十分钟 是不是太久了 我还是要赶快回家写歌呢 再见 听说七月跟八月 很多好朋友都来HitFM报道 现在九月轮到我来值班报时啦 现在是晚上八点 我是维迪安 Stay tuned 晚上九点咯 比起七月的冷气开整天 现在九月的夜晚 是不是舒适多了呢 一起省些店做环保 吹吹电扇就舒服啦 我是维迪安 怎么可能才晚上十点就要跟HitFM说晚安 这不都是漫长的道别时间 我是维迪安 还听不够耶 让我再待一会儿啦 我是维迪安 亲爱的听众 以及歌迷们 你们都是我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晚上十一点了 就别再忙了 闭上眼 喘口气 听首歌 让自己好好休息吧